顶着一头长长金发 他是美国歌手 也是希尔顿酒店集团继承人 美国名媛巴利斯希尔顿 过去多数粉丝对他的印象 可能是满口So Cute Left Hot挂在嘴边 亦或是时不时前往购物路上的拜金富家女 巴利斯希尔顿堪称是初代网红 今年以四十三岁的他 依旧维持紧致身材 二零二一年更在Netflix上的新节目 千金思除上 穿戴着价值几万美金的礼服逛超市 食材里加加亮粉 不休于炫耀他奢华的生活方式 不过其实巴利斯希尔顿 力图私下傻白填标签 要用个人特色继续累积人气 2000年十九岁的巴利斯希尔顿 曾迁进川普旗下摩托尔公司 发展演艺生涯 对于拜金模样 他表示全是靠演出来的 私底下其实是个工作狂 根据目前统计他所拥有的同名香水 有二十几款在贩售 从2004年至今 香水收入就高达三十亿美元 约合台币九百七十四亿 不仅如此 十八年前他的公司就有四十五间 自家品牌商店与十九条产品线 赚得盆满钵满 世界版图之大扩及健康食品产业 美国名媛打造商业王国 靠自己不断曝光 把人气和流量变现 三立新闻 零节七八道 不仅如此